你怎樣判斷今次交易對騰訊走勢的影響 今次減蝕C 看回減蝕的比率 又不是說真的很多 都是將2.1%的股權減到18.7% 比起前幾個星期減蝕京東方面的幅度就小很多 因為減蝕京東一減 減到一個很低的單位數字 但是今次他另外都將投票權進一步降低 因為都將一些有投票權方面的B股 轉了去做A類股份 所以整體騰訊在C的話語權主導權降低了 當然為一個正面的解讀 就覺得他現在在這個時刻減蝕C的股份 很多分析師都覺得可以釋放價值 對於騰訊方面的股值可能會有一個提升 但是另一個角度看 就說騰訊現階段要在這麼短時間之內 又沽京東又沽一隻C呢 那會不會反映著他背後有一些東西要做呢 譬如很多新的投資都真的燒錢燒得很厲害的 譬如之前看到一些直播短視頻 做一些企業的服務 另外一些海外遊戲方面的開發 那這些業務全部都可能是要用比較大的投資 那不是說騰訊本身沒有錢 但是可能騰訊現在都要考慮 一來就是那個有關的監管 不想去hold太多一些其他公司 或者整個互聯網行業 都是一個這麼大的壟斷地位之外 都希望趁這個機會就套現一些錢 發展一下其他叫做有增長業務 但是你說這個動機是否必定是利好呢 那這件事是見仁見智的 因為騰訊本身現在投資那些新的東西 接下來的potential是否真的這麼高呢 譬如在海外打一個遊戲的版圖 那這方面是否真的這麼成功呢 又或者在內地方面繼續發展一些短視頻 直播這些 也都會受到一些監管的政策影響 所以如果你說看回這些動機 都可能長遠來說要時間去證明 另外好像你剛才也提到 就說這次減持的股份套現的錢 都會用在一些社會的責任上面 當中因為前幾個月都提到 在內地就講共富 也都成立了一些共富基金 本身這些這麼大型的科網公司 都有很多的捐款要做 騰訊之前都做了 所以你說這次套現你的錢 有多少會放在這些社會責任的基金 或者項目上面呢 都是不得而知 而這些所謂捐獻 或者這些社會責任的投資 可以創造那個盈利 或者那個對業績幫助有多大呢 也都應該不會太高 所以你說對騰訊來說 是否說它越減持得多 必定是對股價會越升越有 那我的行體法來說就未必了 嗯